大家好,我是葛晨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说过特朗普总统治理美国 声势浩大,有时一文不值 有个朋友就私信抗议了一下 说在《中立观点》节目当中 听到这么一句话,感觉到很刺耳 今天咱就来举个例子 就是特朗普总统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贸易大战 一时之间,那是喊沙声震天 刀光剑影,忽影忽现,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贸易战过了三年 成果如何呢 贸易战最大的成果就是 贸易逆差,不减反增 在很多领域都等于输掉了裤子 特朗普总统把减少对华贸易赤字 作为其优先的政策,最大的政策之一 作为贸易战的主攻目标 哎哟,大吹特吹了不知道多少次 貌似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中国搞定 貌似他大笔一挥,就可以搞定中国 把这个逆差变成顺差 这气势,这感觉,这范儿,那绝对是不可一世 可是呢,各位,根据去年年底的数据表明 2020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扩大了 达到了3169亿美元,上升7.1% 与2017年的2658亿美元相比 那更是增加了14.9% 2020年的美国对中国产品 比方说电子产品,医疗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了 而且呢,不得不放下贸易壁垒来大肆采购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可见啊,全球化不是靠玩嘴的 是靠实力和战术 起码呀,单独的把贸易逆差 作为判断买卖盈亏的杠杆 这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的这个国际贸易常识了 这就是为什么以特斯拉和福特为代表的 3500多家美国企业联合 把特朗普政府告上了法庭 因为呢,这些贸易战的账单 很多都是美国这些支柱性的产业 自己在支付 当特朗普支持者闯进国会以后 这些企业当中的政治捐献者 更是果断停止了向特朗普总统 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进行政治捐款 今天呢,关于1月6号啊 特朗普支持者袭击国会的事件 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因为呢,已经有联邦检察官 在提交法庭的文件当中指控 国会袭击者想绑架 并可能暗杀副总统彭斯 这个指控啊,就意味着 这一次事件的性质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指控成立 这次国会暴乱呢 就可以叫做国会叛乱 这属于叛国罪 而且呢,是一帮打着爱国旗号的人 进行的叛乱 今天,来自内部拉斯加州共和党的参议员本萨瑟 敦促每一个美国人必须考虑司法部报告的严重性 上周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一些暴徒 意图逮捕并可能杀害当选的官员 在周四提交的法庭文件当中啊 亚利桑那州的联邦检察官指控说 袭击国会大厦的一些人 意图伤害民选官员 这些细节呢 是一份提交给法庭的文件的一部分 那么这份文件呢 旨在拘留被称为卡农萨版的 雅各布安东尼前司令 检方说 有利的证据表明 包括前司令自己在国会大厦的言论和行为 支持国会暴论者的意图 是抓捕和暗杀美国政府的民选官员 周五 萨瑟在国会山获得的一份声明当中呢 警告说 都受愤怒的人呢 将试图洗白国会大厦发生的这起血腥的事件 并补充说 美国人啊 不应该接受袭击只是几个害群之马行为的结果 他说呢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每个美国人都需要了解司法部刚刚公布的情况 调查人员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一些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徒计划绑架 并可能暗杀副总统 1月6号呢 一群支持特朗普的暴徒 击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试图阻止国会批准当选总统乔拜登的选举团的胜利 暴徒砸毁了议员办公室的窗户 并破坏了他们的办公室 而且呢 偷走了一些东西 迫使议员工作人员和媒体疏散到隐蔽的地点 现场呢 可以听到暴徒高喊 要对副总统彭斯实施暴力 有一名摄影记者报道说呀 他听到暴徒当中有人谈论 要找到副总统 马上抓起来 把他干掉 彭斯当时正在监督国会对选举人计票的结果的认证 他面临着来自特朗普总统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要求他不要公布选举结果 彭斯在暴乱前呢 写了一封信 信中强调 他认为自己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 来拒绝选举人团的投票 共和党参议员本萨瑟周五强调 袭击国会大厦 并试图伤害民选官员的暴徒 不是闹事的罪悍 他们是袭击这个国家宪法授权的 权力移交的恐怖分子 虽然他们失败了 但是他们差点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宪法危机 这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 呼吁起诉每一个暴徒 同时呢 呼吁所有的美国人要一起团结 帮助美国降温 本萨瑟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时呢 联邦调查局FBI报告说 在网上 有关华盛顿特区和拜登就职前后 全国各地的州议会大厦 可能发生的暴力聊天记录呢明显增加了 骚乱发生之后 华盛顿加强了安全措施 预计呢 至少有两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员呢 将在华盛顿呢 保卫就职典礼 联邦对上级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四说呢 全国已经有100多人 因为参与了1月6号的国会暴乱 而被捕 预计呢 还会有数十人面临刑事指控 在联邦法庭文件当中啊 检察官说 一些袭击国会大厦的人的目的就是逮捕和暗杀民选官员 参议员本萨瑟发表声明 呼吁呢 严厉起诉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本萨瑟参议员 在他的办公室对外呢 发表的公开的一份声明 是这么写的啊 就是整个声明的完整的版本 都受愤怒的人 将试图粉饰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攻击 说那是几个害群之马失控了 这是错误的 每个美国人都需要了解司法部刚刚公布的消息 调查人员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一些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徒 计划绑架并可能暗杀副总统 这些人不是闹事的罪鬼 他们是恐怖分子 正在袭击这个国家宪法授权的权力移交 虽然他们失败了 他们却险些引起一场血腥的宪法危机 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最大限度的起诉 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参与者 呼吁每个美国人都有责任一起团结 来帮助美国建温 而这起正在明朗为叛乱指控的事件 媒体频繁提到了四个关键人物 第一是特朗普总统 第二个是刚刚被特朗普总统特赦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第三个是刚被特朗普总统特赦的特朗普前竞选经理斯通 还有正在接受欺诈犯罪指控刚刚被保释出来的班农 换句话说吧 就是刚刚被两次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和另外三个犯罪分子 可能是国会暴乱事件的幕后主谋 就在前不久呢 特朗普总统还夸口说呀 他像狗一样的甩掉了史蒂夫班农 就在去年夏天特朗普总统还假装不认识这位前竞选主席和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 可是呢 最近几周特朗普总统多次和他一度疏远的白宫顾问史蒂夫班农通电话 请他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律师 以扭转连任失败的局面 媒体说呢 两个人目前已经和解了 今天夏天班农被指控参与了一场所谓的边境墙的筹款计划 联邦检察官指控说呢 他和他的同伙策划了一场欺骗数十万捐赠者的阴谋 那么今年秋天呢 在班农要求斩首两名联邦官员之后 他的刑事辩护律师已经宣布他们将不再为班农提供服务了 也许班农再次出山是因为他和特朗普总统呢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呢是盟友 而且最关键的 班农有可能想让他这位前老板 在离开白宫之前 对他本人进行赦免 咱们再来说罗基斯通 他在暴乱前一晚上 也就是1月5号 他在华盛顿鼓动了一群特朗普的支持者 告诉他们说呢 总统的敌人在抢劫2020年的选举 而弗林呢 推动了所谓的杰弗里克游行 这是一场基督徒祈祷游行 斋戒并且为选举诚信而举行的一个集会活动 这个活动呢 也是1月6号国会大厦示威的一部分 在这个活动开始的前几周 弗林就告诉他的支持者 他们作为美国人必须要无畏 弗林在华盛顿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说 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必须要做出牺牲 弗林说呢 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而战 我们一定会赢 班农呢 还在1月6号 为特朗普游行这个组织当中啊 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此集会之前 班农曾经在12月份 全国巴士旅行 为这个组织呢 提供了大量的赞助 特朗普呢 在2020年大选落败之后啊 班农的播客作战史 就因为建议 把这个安东尼福奇博士 和联邦调查局局长 就是FBI的局长 克里斯托夫雷 两个人的斩首 然后呢 他就被社交媒体呢 给禁止了 班农说呢 我要把这两个的头颅 插在长毛上 摆放在白宫的两个角落 以此警告那些联邦的官僚们 你们要么接受我们 要么就走人 至此 美国暴乱的新四人帮 就水落石出了 特朗普 弗林 斯通 和班农 估计未来 美国国会暴乱的新四人帮 都会因为这个事件 而面临刑事指控 现在呢 还有一个案件呢 和这件事有关系 而且呢 可能更严重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 12月8号 有人同时 把28.15枚比特币 当时的价值是超过了 50万美元 转移到22个 不同的虚拟钱包当中 这些钱包的主人呢 都属于知名右翼组织 右翼媒体 和右翼的领袖 现在美国联邦检调部门 相信他们已经明确了 是谁进行了转移 并怀疑呢 这些钱是为了支持那些 极右翼的极端事业 美国执法部门 FBI呢 正在调查捐款 是否和1月6号 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有关 虽然动机难以证实 但是国会大厦发生暴力骚乱之前的一个月 特朗普总统曾经邀请支持者 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进 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有消息人士说呢 政府希望防止未来的袭击 但是呢 也发现外国政府可能参与或者支持了右翼活动 包括国会暴乱 在周二关于国会骚乱调查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代理检察官迈克尔舍文说 这些案件的调查范围和规模呀 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舍文说呢 目前联邦检察官将此事视为重大反恐和反情报的调查 涉及对金钱旅行记录处置行动通信记录的深入的调查 其实啊 早在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举行的导致死亡的团结右派集会之后呢 就有一个接受比特币捐赠的著名的新纳粹网站 叫每日风暴报这个网站 就已经发现了有类似的比特币转账的交易 所以呢各位你看啊 至今为止 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事件 其背后的主要推手 可能远远超出大家的意料